作者 杨英峰 作品名称 耶稣受难图 作品材料 铜 创作年代 1964年 作品主题是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受难故事 整件作品的结构是以抽象的油画作为背景 画面左侧树立一座十字架 再以枯木的造型表现十字架上的耶稣 象征血流枯竭之后的肉体形象 让人看了既惊悚又悲痛 在雕塑与抽象油画的装置表现之下 更传达出耶稣殉教 为世人受难的神圣氛围 这件作品是完成于意大利 1961年 作者杨英峰应付人大学之邀 陪同渔滨主教前往罗马梵蒂冈 向教宗圣若望保禄六世致敬之后 并开始了三年的游学生涯 当本件作品完成并发表之后 深受当时各界的好评 依据意大利邮报的专闻报导 说到在此一作品里有着一切 它充满了信心与爱心 并且结合艺术家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 所有的元素都触动了我们的灵魂与内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